乖乖 我是乖乖 你是乖乖乖乖 欢迎来到卡龙长千区的第四集 那么这一集呢 我们就要试试火龙 加乡的一些 �laub 那火龙加乡是泰国 所以两位才会 眼睛都蒙着 在我们开始前想问一下说 你們最饗宴的零食 零食啊 歐阿堅 歐阿堅是食物 沒有沒有沒有 零食 我有個叫阿堅的餅乾啊 養一片 對對對 拍攝拍攝 那你那麼容易 我不吃零食了 媽的這不是 好 好 好 稍微 猪口味 猪口味 我不知道 嗯 有點甜 是不是跟那個 玉米嗎 有關係 玉米味道 看他挑好吃的那種口味 不挑鹹的那一個 還行吧 乖乖 椰子口味 椰子口味 乖乖 是乖乖 乖乖 乖乖 棒棒 乖乖 乖乖是在台灣 整心目中的地位 這麼崇高的人 是什麼 又很高啊 嗯很高啊 小時候很高 嗯 現在 對小朋友來說好像也是很高 因為 吃了乖乖啊 對小朋友 對小朋友 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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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 對我來說我對 玉米沒有太大的欲望 臨時的話 我給尊重分吧 他說台灣最有名的吧 我給七分 我給六分 我覺得他 偏甜 七八八分 好緊 六分 OK 試一下 喔 是不是 泡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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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的 沒錯 巧克力泡芙 可是不是巧克力 嗯 喔那牛奶了 不是巧克力的嗎 被影響 我還沒吃的時候 還是先說巧克力 等一下 我還沒吃的時候 還是先說巧克力 那個 確診的味覺市場 那個 紅紅毛 還是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 你以為小泡芙 是哪一個口味 還是甜甜 是巧克力 還是 沒有 草莓 嗯 我吃草莓 巧克力吧 你也是巧克力比較容易 大多人比較喜歡吃巧克力 我給他 九分 我給他八分 九分 苦角 苦角 八分 八分吧 因為 跟剛剛乖乖差不多 六分 草莓比較好吃 要摸就知道什麼了 王子王子 王子 我要摸個阿克 我要摸個阿克 這個不是味道 好像難 沒有 為甚麼 他要摸個阿克 很燙 這是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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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酸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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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酸 然後還是要吃 有這個 然後 所以 我很愛吃 韓國 我喜歡韓國 你買國 我買了 不答 不答 你不想吃了 我吃了 不答 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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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道理 刚刚吃的东西 除了那个泡湖以外 我都没看过 我在台湾这么多年 都没看过 7分 7分 5分 4分 因为它够重了 还是能够适应我 一直在吃 还是给它一个7分 我觉得我给5分 哦 这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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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味道 没错 这种是我最不会买的凌晨 我看到不会买的 这种形状 但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 我最喜欢吃的 小时候我知道 这种形状 什么 这种形状 是 文化 还是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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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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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包装 然后再 联想一下 感觉有点像 那些 虾条 它味道有一点点像 对 有一点点像 我没有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我不觉得 但我看完这个包装之后再 重新回想一下那个味道 有点像那个虾条 先讲 不好意思 食装 8.5分 还有5.5的 你刚刚高一点嘛 9分吧 因为 应该是我最喜欢吃的零食之力 吃完都发现不错 我觉得有8分 8分 OK 7分 什么样子 什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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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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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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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很多 因为这种很方便你知道吗 这种真的是 那些宵夜的神器 就是如果你 就没有时间下去便利店买什么时间之类的话 放这种东西 放在那个训练室 放个机关 基本上 都能吃饱 你每天 每天晚上 觉得饿时候就吃得了 又好吃 然后 又能冲击 Perfect 几分吧 因为 其实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吃 不过是能吃的 七分 因为 小时候吃有点多 没有很想吃 初等五种 初等三种 十分这个 九分 今天吃的这五里面 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 为什么 靠现在手上拿就知道 嗯 其实这四个 都 五个都还可以 而且这 这个我特别喜欢 这两个其实平常都会吃 其实只有乖乖平常不会吃 八宝之后也不太会 如果要选咸的话 其实这两个都可以 他们 差不多是一样的 然后泡芙的话 平常就很多人买 不过确实 我刚 很久没吃二个了 一年有 一年 所以其实 这三个应该差不多 不过确实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韩国跟同样的 这个就是韩国跟同样的 韩国味道 就是这个 所以你 模样的 海沫 模样的海沫 背心和 这种 甜甜的 辣椒 背心 你喜欢吃的菜吗 我觉得八宝座是这里 我最喜欢吃的 因为不管吃多少吃 甚至我很久没去台湾 然后就香港也不会买东西 但是我现在一吃 然后感觉就回来了 我是八宝座 因为我小时候还蛮常吃的 就是爸妈会一直买 就是有通面的味道 最喜欢的 这个吗 最喜欢的 香味一个 香味太酸了 根本来看起来 就像泡酱 就像泡酱 泡酱是比较热的 全世界上是什么的 但是 不够吃的 最不好吃的话 我提过的那个 可乐骨 那个比较辣辣的 我觉得是可乐骨 因为它味道有点重 泡芙吧 因为 因为 它是巧克力 不是它是牛奶 我到现在会选乖乖 因为乖乖 因为我没有 现在比较不喜欢吃甜 因为你不乖啊 好像是 也有不乖啊 哎呀 原来你是这种bad boy 难道我曾经那么走路 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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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乖 我好看 我好看